主料,杏鲍菇三个,培根五十克,青椒一个,胡萝卜二分之一根,辅量,玉米油,葱丝,姜丝,白糖,盐,黄酒,酱油,味精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准备好食材。 培根切大片,胡萝卜切片,青椒切块备用,杏鲍菇切片,煎锅放油烧热,煎至为黄捞出,煎锅中放少量油把培根煎至以下捞出,锅中留底油烧热,放入葱姜丝爆香,下入胡萝卜片煸炒,接着下入杏鲍菇和培根煸炒,最后下入青椒片煸炒,加入白糖,盐,黄酒, 本料造酱油,一勺精水,搬炒均匀,出锅前放味精炒匀,鲜香营养的培根杏爆菇就炒好了,享用吧,烹饪技巧,一培根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,如果没有培根换成火腿也可以,只是出不来培根的那种味道,二素炒也不错,但要多爆些蒜末来提香,可以先放一半碎末,出锅时再放另一半,如果喜欢本事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